歡迎來到香港 AKA 2021年空氣質素仍未達世衛標準的地方 講到香港名物 不得不提路邊空氣污染物 二氧化淡年均濃度超出世衛標準620% PM2.5年均濃度也超標320%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估計 上年有1329人因為空氣污染死亡 整個社會的經濟損失有158億 那怎麼辦?我沒得選不透氣的 其實路邊空氣污染主要來自巴士、貨車等商用車 只要全面實行零排放公共交通工具就有夠了 但是政府要到2025年才制定具體政策 以至2020年 全港專型巴士只有0.6%是電動車 有排都未做到全面零排放 我知道你在想嘛 不止得你一個敢想的 超過七成香港市民 支持將所有專型巴士轉為零排放 已成市民更加希望在2030年或之前 將最少一半的專型巴士轉為零排放車輛 廢氣吸多一日都嫌多 政府必須於一年內定立路線圖 加快落實巴士全面零排放 市民才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氣 過香港才可以乾淨的嘛 每次開放 市民已有所及的 市民在能力中 還是面積全能量 市民都新的ーマーゴ